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农业的表演的机会 那我们就是以那个这些农民节为目标 下去表演练习 我们是在农村工作没有错 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年轻人 很多这边都是年轻人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凝聚彼此的一个向心力 就是我们可以认识彼此 而且我们可以透过就是平常在农作的闲暇时间 我们可以透过音乐 透过玩乐器 玩band 然后我们可以抒发自己的一些 情绪啊 或者是就是 就是做一些我们的兴趣或者是喜好 先议员月人创表示 国庆乡近年来有许多优秀青年返乡工作 也为地方带来许多活力 而这群返乡青年朋友们 能够组成一个乐团 让地方增添许多文艺气息 也非常值得来肯定 也鼓励更多青年朋友能够返乡 为故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心力 近年来有很多国庆乡的优秀的青年 他其实都返乡 从事了很多的行业 包含观光 包含农业 包含其他等等诸如此类的行业 然后他们在闲暇之余 也组了一个乐团 来促进地方的那个文化的气息 那个音乐的涵养 来增加国庆乡 那个文化的底蕴 这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也非常的鼓励 有这样的青年都多多回来 回来服务 回来为故乡做努力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 产销万乐团的用心 能够在返乡工作之余 借由共同的兴趣 来凝聚大家的情感 也取取产销万乐团的朋友们 能够在大家彼此扶持帮助之下 为故乡发展贡献心力 记者程伟一 国信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